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的中午的时刻 欢迎大家回到胡笑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为自己是大马人感到光荣 所以我不是什么中华胶 也不是什么牧羊群 我是大马胶 马来西亚胶 马来西亚胶就厉害了 现在马来西亚全世界最强 除了阿拉伯卖油 它的GDP第二季度 就是这四五六月它可以去到11% 接下来马来西亚最厉害了 马来西亚8.9%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 我们华人我们公共的国家 很多人讲说我们公共的国家变强了 华人不会受欺负 马来西亚变强 华人也不会受欺负 知道吗 你们懂这个道理吗 现在我们公共的那个国家 现在第二季度坏了 到处封城坏了 它勉强放水 灌到0.4%的 那个GDP成长了 然后呢 很多人讲说要去 要走后那边 要过一个那个桥过去 那边那个国家很好 那个国家 GDP才成长了4.8% 马来西亚8.9% 还不是世界最厉害了 对比整个东南亚呢 也没有一个国家的 那个GDP呢 这个第二季度的GDP呢 比马来西亚厉害了 所以啊 牛啊 牛逼啊 为身为大马人感到光荣啊 好啦 其实讲一句话啦 马来西亚呢 唯一的问题就是政府不够好 假如马来西亚政府真的很好的话 马来西亚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啊 数一数二讲话过大神的国家 跟你讲啦 啊 数一数二人家很respect的国家 啊 不相信你去外国 啊 你去到全部黑人的地方 全部白人的地方 我们一个环种人 我就是很大声讲 马来西亚 哇 人家讲 哦 马来西亚 啊 没有人看不起你 他知道嘛 啊 你不用去那边呢 跟大家讲 I'm Japanese 啊 你蹦你蹦你蹦 哎 不用讲 不用讲你是日本人的 你不用讲 I'm Singaporean 不用讲 Singaporean 你直接讲马来西亚就可以了 哦 马来西亚人家很很喜欢你啊 还会对你很好 因为马来西亚人 他们来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对他很好 他们看到马来西亚人 哇 啊 当做你brother啊 啊 来 我们来看新闻先啦 目前的全球呢 面对着很多很多的那个 酬云产物啊 首先那个气候啊 啊 你在看那个韩国呢 你看那个最近几天下雨 下成那个样子啊 啊 气候 然后又打打战 啊 那个那个北极熊打乌克兰 打这么久还没打赢 啊 但是他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 太过大了 啊 然后呢 你公共的国家呢 上个礼拜在那边吓人 啊 这个也是也是影响那个 存球的经济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OK 那么 所以呢 存球呢 这个第二季度呢 都是非常敞淡的 啊 那么在这个存球仇云产物当中呢 就大马呢 一直独秀 威震四海 8.9%的GDP成长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啊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岸年成长的8.9% 这个再次啊 而且呢 这个我们国家银行总裁讲 哎 8.9%不是天花板 你们等第三季度看看一下 啊第三季度 你们会看到更惊人的数据啊 啊 你们就知道这个马来西亚的反弹有多厉害了啊 啊 所以大马刺激GDP呢 不要8.9% OK 那么 那么 当然要跟新加坡比啦 啊 因为这个 对新加坡是最好的参考嘛 新加坡东南亚 经济最好的国家嘛 啊 新加坡呢 才4.8% 啊 新加坡的 这个第二季度的下跌呢 有点呢 啊 啊 挫手不及哦 啊 所以大马呢 第二季度呢 成长的是新加坡的double double out 两倍啊 啊 新加坡是4.8% 啊 大马呢 8.9% 啊 就比得到啊 啊 所以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呢 在第二季度呢 GDP最强 不用问了啦 就是大马啦 啊 就是大马厉害啦 也不用讲说 威震四海 威震天下 威震全球 威震东南亚就够了啦 东南亚第一啊 东南亚冠军就够了啦 这个就是大马的厉害啊 8.9% 那么这个大马的这个数据这么美呢 有没有灌水的成分呢 啊 当然要从几个角度当中去分析啦 因为第一个呢 就是大马呢 突然间醒悟啊 大马呢 本来很听那个我们公公 我们婆婆 我或者你大公大婆那个国家 啊 蜂蜂蜂蜂蜂啊 MCO一直蜂啊 然后突然间呢 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醒悟啊 啊 没有蜂了啊 不蜂了啊 什么都不管了啊 人家外面也不用戴口罩 什么都不用啊 当然啊 你一解蜂呢 这个数据 这个经济呢 标起来呢 这个是很肯定的 这个是非常肯定的 然后不要忘记 那个3月的时候 大家拿了哦 那个印度神通讲 大家会发达嘛 大家都成为1万佛欧嘛 这每个人 很多人拿了1万块1万佛欧嘛 所以在4月就开始拿来消费咯 拿来买买买买买买买 从来没有过这样多人 人山人海 报复性旅游啊 大报复性旅游啊 所以你讲这个GDP 为什么不标起来 很多人憋了很久啊 那个钱呢 就大量拿来消费 很多人憋了很久 疯了太久了 哇 这个4,5,6月呢 这个大解封啊 真的是大解饭啊 什么消费就拿来消费啊 那个夜店然后又开了嘛 夜店也是那个大报复性的那个消费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很多店呢 都是很多都是4,5,6月的时候开的 因为之前不明确嘛 到底要封不要封 你到底要封还是不要封啊 不明确哦 现在4月之后呢 很明确了哦 没有封了没有MCO了 很多人就赶赶开店 到处看到那个新的店开张 所以那个GDP这次拉起来呢 这次我认为是比较真啊 但是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呢 不知道啊 这些新的店呢 有没有生意多呢 未来他会不会倒闭呢 这个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实 然后再来一个因素呢 就是马币咯 马币越跌越厉害啊 大马的那个生意经济真的是越来越好啊 因为很多大马人呢 是不赚马币的啊 很多大马人没有赚马币的知道吗 赚马币 很多人呢 不是赚美金咯 赚新加坡$ 去柬埔寨赚美金咯 在新加坡 赚新元咯 不过啊 这些人啊 他把钱搬回来马来西亚 人家那里 人家在柬埔寨赚美金的那些人啊 他不会在柬埔寨用钱啊 柬埔寨呢 用美金的知道吗 吃一碗面呢 你不可以用单地钱 你一定要用USDollar 用美金吃面的 人家不收单地钱啊 外国人人家不收的 那么 你在新加坡呢 你要用新加坡的钱去消费啊 但是你从不拿回来马来西亚啊 天坛 这个就是天坛啊 你真的你赚美金的人 你赚新加坡钱的人 你拿回来马来西亚消费你 你真的是过着那个富人般的生活 你真的就是一万富翁 所以呢 这个 当时啦 所以这个四五六月的 这个GDP被拉起来呢 这个是 肯定的 这个是真的 只是呢 会不会维持下去呢 不知道啊 所以还是我讲到那句话 大马需要一个更好的政府 如果大马政府更好呢 大马的经济就会更好 问题就在于呢 大马的政府呢 哎呀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继续看 他这样不会做 不会做 所以不行 他现在都可以 这样子啊 这样子的人都可以把那个 GDP拉到8-9% 如果更好一点的手下呢 比他好一点点 是kik就够了 kik 10%了 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换一个更好的手下 我们为我们要充10% 充11% 啊 啊 然后 事业率呢 3.8% 大家出来做工了之前呢 啊 整天在那边封城啊 不敢出来做工了 很多人住在山洞住两年不敢出门啊 啊 那时候啊 3-4月的时候啊 你叫人家出来做工 叫人家旅游啊 给人家骂你啊 啊 啊 看到他公共的国家呢 在那边封了啊 啊 那时候很很保守的 不像现在这样子啊 你现在不出来做工给人骂 跟你讲了 现在不出来旅游给人骂 跟你讲了 因为大马人能完全改变 完全改变呢 我们就看到那个 啊 经济的那个腾背 经济的那个起背 啊 所以呢 啊 随着大马的经济好变好呢 所以他就天天跟你 啊 我这次呢 我 我 其实 他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年长者的那个模特 他穿很多衣服都很好看 但是这条呢 我不能欣赏,我没有办法欣赏他穿这条 Palada 大家觉得怎样呢?这条我欣赏不到啊 所以他讲的梦想,月入一万不是梦 这个来自FB的这个 2025年每个人收入一万不是梦 没有办法啦,你在大马做工永远收入不会过一万的 你还是得去新加坡做工 你还是得去柬埔寨不要去啊 你还是得去赚美金,还是得去赚新元 但是记得不要去柬埔寨啊,柬埔寨就很惨啊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马来西亚完全是可以的 只要政府好一点点 我跟你讲,以大马人的身份 我身为大马人,我去到国外从来没有给人看不起过的 我就是直接讲马来西亚,从来没有给人看不起的 只有我比较不满的,就是我公公我婆婆的那个国家 两次知道吗 第一次给人家讲 你的口音像个南方人啊,你是南方人吗 我听了我很不爽 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是外国人,我不是你的南方人 他们对南方人有一种的那个什么的,知道吗 是啦,我公公,我婆婆,我大公大婆是南方人 没错,但是我是外国人,我是马来西亚人啊 然后第二个呢,我也是不太满意他们讲 你们的中文怎么讲的这么好啊 怎么中文讲的这么流意啊 你们是外国人,怎么中文会讲的这么好啊 我也很不满的,哎呀,我们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啊 唯一一个啊,除了公共的国家之外啊 唯一一个拥有健全完美的那个中文学校体制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华文当然很好啦 我们的华文甚至比你们更好啊 所以你这样讲我们呢,我就很不高兴喔,是不是 然后其他国家的人呢,就不会讲我们 反而看到我们是马来西亚呢,都蛮尊重一下 没有被人,没有因为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呢 不被人家尊重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事实的 所以呢,其实有希望的,大马有希望的 大家要让大马变更好了 其实大马需要更好的政府 你看这个啊,整天睡不醒啊 整天跟你顾气顾气巴拉大啊 都可以跟你做到8.9 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好 不要整天再跟你顾气顾气巴拉大 不要整天睡不醒 不是10%了,不是12%了 不是可以做到16%了 这个是可以的,知道吗 所以 所以希望这一期的苦笑人生呢 给大家 今天这一期呢 大马交 不是中华交 不是那个牧羊钱 大马交 希望这一期呢 能够给大家对这个大马有足够的信心 所以最后还是这句话啦 大马是一个适合花钱的地方 适合消费的地方 钱赚了呢,在大马花呢 这个是最明智的那个选择 那么 大家看到呢 有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 他自己把PR cancel 掉 然后把他500千 新加坡币的那个 新加坡Dollar的那个 工具金呢 全部搬回马来西亚 1.5个Million啊 马上变百万富翁啊 他不要新加坡PR了 因为他工具金全部搬回来 马上变百万富翁 所以钱呢 要在大马花 他拿回来到500千 新加坡 在新加坡只是500千 当我来大马呢 1.5Million 1.6Million 在大马可以花1.6万 160万嘛 你看 是不是 所以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 帮助啊 所以那个 那我们的工具工具 巴拉大呢 整天跟你讲啊 月路过万 一定要成为1万峰 1万峰就是每个月收入过万 所以大家呢 希望 往这个目标前进啦 也许我们要换一个 比他更好的 总算可能大家会达成 好了 那么《苦笑人生》暂时讲到这里 那么大家相信不相信 大马真的成长8.9%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